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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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兄弟标局 苦井内 挖出两男三女 五具尸体 直到一仗六七尺下 人会发现在杀作被劫持的官家阵营 带岳越加文 是 带岳越加文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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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民岳家文 哼 你真是岳家文吗 回大人 姓名乃是家谱 受助于父母 我怎么能够假冒 时才官兵搜谱兄弟标局之际 你为何竟想拒谱 回大人 草民以为是匪徒 假冒官兵前来抢劫 所以 好一张利罪 本院问 扎大侠请你之后 官兵普快 在兄弟标局后院枯井之下 决出两男三女 五具尸体 那是何人 是不是被你所害 回大人 草民身在江湖 新尊国法 更何况 草民由庞大的标局为基业 这杀人灭尸 多半是仇家嫁祸 还请大人明镜高悬 多加响策 多加响策 好 最验请了三位武林高手 隐身在官兵之中随行暗户 谁是走到大沙河 仍被匪徒劫掠掠 三名武林高手 意其丧命 其中便有 静静探亲 顺便保镖返回仓州的岳家文在内 此事不确 岳家文本人在此毫妨慰 岳家文 你仔细看看 你可认识 这位鸿门秀士 回大人 草民由这位鸿门秀士 素不相识 哼 答得好 扎大侠 大人 请继续讲 是 那岳氏兄弟 常年以保镖为业 刀头填鞋 厌倦江湖 加上三方只有一苗 随令老二岳家文之子 岳氏华 弃武从文 送至京中读书 哼 岳氏兄弟 岳家文 这位就是岳氏门中 三方独卖唯一的根苗 你既然自称是岳家文 哪有父不食子的道理 这岂不是天下奇闻 这岳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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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大侠 是 那岳家雄 岳家武已经尝够了江湖的风险 也已决定收线兄弟标局先行遣散 标局内的标师大物子手散去 只等老二岳家文由京返回 便行摘去牌匾 返乡务弄 谁知 瓦罐不离井口破 将军难免 镇前往 非贼徒将 两男三女 一家五口 竟被你们这些冒名顶替的匪徒 杀得是干干净净 大人 您一定要为我们卫家讨个公道 冯仆头 在 你先扶岳氏华下堂休息 是非黑白毕敏 本愿自会替他找回公道 是 大胆凶徒 你还有什么可狡辩 大人 草民确实是岳家文 大人为什么不问问那位岳氏华 说不定他才是真正的冒名谋财之人呢 哼 二哥头 请你仔细地瞧一瞧 这是不是你们岳家传家金刀 不错 不错 哼 既然你知道这是岳氏门中传家之宝 你应该知道这笔金刀珍贵之处 回大人 这笔金刀是锋利无比 能够吹断毛法 小铁如泥呀 你这笔金刀 本愿告诉你 岳氏门中这笔金刀 珍貴之處不在刀針之上 而是在刀鞘之上 在仁鎮方面 你父不食子 在物鎮方面 你对戒银戒杀 尽忠尽孝 越是门中 惊刀的刀讯 茫然不知 还有什么话说 大人直草民 抢劫阵营 可是那阵营何在 本院就知道 还有这么一招 等郑姑娘回来 擒获那张匪党之后 取回阵营 就是你们这帮 万恶匪徒的伏法之日 来人哪 将岳家文暂时收押 好好严加看管 是 走 大人 胡大人 被子无能 伺候安援大礼 本院位在苍州下马之县 曾探访民情 闻之吴大人好酒贪卑 少礼名词 不然志向 怎么会出了这么多 大道邪恶之人 居然你茫然不知 被子今后当竭尽全力 绝不负大人厚望 好 胡大人 立刻调集属下官兵扶快 由扎大侠率领 捉拿匪徒 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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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答应给我一点银子 后来又拿走的小轿花子 你还记得吗 你是那个小轿花子 岂止是那个小轿花子 还是 那个附近赶口的少林姓 还是江南大侠 慕容寒 来 记起来了吧 翠 都是你一个人装扮的 好好 拿来 我写给你我那些英雄事情的表呢 还给我 我早就送到巡岸大人那里去了 你这就是什么人 我是巡岸大人的官差 抓你归岸 绝龙一煞 你也别装老道 跟我走吧 红毛丫头 你好狂妄的口气啊 今天让你尝尝我身边手 绝龙一煞的厉害 今天你的时辰引爆 各换百年 要让你尝一尝 当年金燕子老前辈 早已归阵群魔的 飞燕九世 飞燕九世 以后 你赞 有妙子 然 你不回来了 有妙子 也不回来了 你不回来了 你不回来了 好 爹 爹 爹 岳总老头 在这里 岳总老头 你们这个苍州首脑雕行 是怎么当的 怎么做起事来 那么不负责任 你收了我的定音 把我扔在蜈蚣里 就不理会了 这 这样 我们因为有急事 所以 岳总表头 你有急事 这趟标你就标保 把三龙租赁还给我 岳总表头 你不必难过 那小小三龙租赁算得了什么 我这里还有一个呢 大哥 他就是江南大侠慕容寒呢 不必吹胡子瞪眼了 三龙租赁说得对 慕容寒是我 那个少明星也是我办的 秀灵 星风昨浪坐落你们鸡斗鸡 狗摇狗的小叫花子 也是我郑原配的一时游戏 就怪你们瞎了狗眼 没有把我看出来 这 我个臭丫头 定敢欺贞你岳大人 我 你当真姓岳吗 别生气了 把沙盒 截夺 阵营 和兄弟标局 冒名 夺彩的两件大案 已经东创施法 还不赶快跟我去见关 让国法来制裁 这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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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大力 三龙 嗯 这个丫头留他股的 怎么还是用绝折来对付他 是 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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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尾巴给露出来了吧 如今我可以确定 你要信音乐的月 而不是山乐的月 因为三音绝不全 使关外小心安理 越是三胸的绝门阴毒武功 你啊 亚 riz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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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 慢着 啊 公奶奶 跑了一个 那是磅长县 叫大鱼啊 哦 公奶奶 你果然高明 真是料事如神哪 哎 在那个兄弟标记 庭院之中 那个枯顶里边 挖掘出是三女两男 五具尸首 可是那笔赈灾的冠银呢 是一点踪影都没有啊 那个岳家文 有没有口供 嗯 在那个岳世华 以及那个岳家那个 船家刀讯上 他是人证物证之下 岳家文对杀人结阵 是冒名夺产的事 已经没有办法抵赖 嗯 只有对那个阵营的下落 他是咬紧牙关 不共骗语啊 那么文大人有没有用大型呢 大人就是不肯用刑嘛 哎呀 我这个表哥啊 是过分人厚 其实啊 哎呀 其实呢 大人也不必用刑 他对你这位表妹真是充分的信用 哎 他认为你是大志 大会 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赵大叔 别带高帽子了 哎 你是要带阵犯回衙门领赏呢 嗯 还是要跟我一块去找寻那个铜铁双尸 去找寻那个阵营的下落 哎呦 姑奶奶 既然不能以武犯进呢 啊 这更应该是工程不拘 零赏呢 是这批官兵衙抑的事 你大大叔我呢 愿意跟着你同甘共苦就是了 好 那我先到玄机谷 去找寻那个铜铁双尸 你呢 带冯普头一块去归岸 然后再带起官兵来 守在谷外 因为啊 我不想有什么漏网之余 结婉生枝 好 嗯 哎 小刀先生啊 因为那个玄机谷啊 天生玄米 是非常难走 嗯 你要记住 是左二 右三 近七 退一 左二 右三 近七 退一 对 好 我记住了 站住 大哥 你干什么 我 到这玄机谷来闲逛闲逛不可以啊 闲逛啊 闲逛还戴着铁橱 哎 这 大哥 我老实告诉你 这玄机谷里面的金银财宝啊 都是我的棺材板吧 别说是你 就是岳家的三兄弟来 我也不许他们冻上半条 哎呦 我的大妹子啊 这情势 妙了呀 我们趁着岳家三兄弟不在 给他来一个黑吃黑鱼啊 挖出金银 远走高飞 齐步更好 那难道你还要在这玄机谷里住一辈子啊 那什么情势不妙的 这 我们为了那个七宝羊皮 所谓的文斗啊 都成了金笔共状的 烙在那个江南大侠孟隆寒的手中 这万一他要把他这个东西交给了官崖 哎呦 那岂不麻烦了吧 那这是浪费名尺名高的 酒囊饭呆 哎 哎 二位 二位 这个 岳老三 哎 你怎么那么狼狈啊 哎 你不是追那个江南大侠慕容寒去了吗 哎呀 什么江南大侠慕容寒 连那个初主义叫摩文斗的 那个白衣袖式少明星 和那个极讨厌的叫花子 都是一个叫做郑元配那个丫头 所办的 那个丫头啊 还在这个亲命巡案 文东大人帐下当差 还拿那个这个巡冤令 要逮我哥哥归案呢 归案 为什么案呢 哎 哎 是不是那个大沙和杰镇那个案子 东床市罢了呀 哎哎哎哎 你哥哥呢 哎呀 那个女 那女孩子武功之高强啊 我哥哥被他们逮去了 啊 这个二位 二位 我今天来跟二位商量一下 赶快把那个金银财宝挖出来 哎 我们好三一三十一分一分 我好远走高飞啊 哎 怎么样啊 叶老三 哎 对 赶快动手 把我实际 动作可要麻利一点 好 哎 哎 谢谢啊 谢谢二位 哎 哎 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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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仗打得是真可怕啊 哈哈 这 这三一三十一 总没有二一天作五来的过眼呢 哈哈哈哈哈 不要啰嗦了,你快進去攫取經驗 實際已經不妙了,走走 大妹子,你該不會也在我這後腦子上來那麼一下子 然後你就獨吞吧 你既然那麼多心,我們一塊進去 起兵安怨大人,岳家兄舊勤,陷在堂口 瘋瀑頭,那鄭姑娘呢 鄭姑娘深入玄機谷,追藏親賊去了 扎大俠可曾隨行 回大人的話,扎大俠與鄭姑娘有了聯絡 一個先行,一個隨後接應,並帶了不少的官兵 好 馮葡頭 讚 你且將岳家兄戰家收養 等鄭姑娘做回那幫匪徒 本願再一併落岸 遵命 鄭姑娘,你出生入死 帶月屁性 為年太辛苦了 兩位切斑 好丫頭 好丫頭 這回沒有把你餓死 這回到老虎口裡拔牙,太神頭腦凍骨 我 王法雖遠 但你家無罪之人 上次我們以你罪證在身 所以才對你客氣 你敢怎麼樣 憑你這個三角毛四門斗的功夫 敢動動我老婆子的法師 你雖有暗怨大令在身 但是 我還是願意跟你用江湖的規矩 決意公平的決鬥 你說吧 你要用拳腳還是用刀刃 老婆子像以鐵杖為名 走 走 走 看樣子大事已去 我何不趁此機會悄悄一走啊 站住 拿下 恭喜胡奶奶 群鞋就福 大功告成啊 黃河泛濫沉災 多少愛紅 好好的太子 那比智營是最宗教的 咱大叔 你不必誇獎我 趕快去決營 出 趙姑娘 大事如何 那比陣營可有效 陣營已經尋得 除了岳家五 被屎蝶一掌打死之外 其他藥飯我已經帶到 大人 你能夠落岸 來人哪 在 替趙姑娘看座 是 不必了 朝廷禮制有關 大廳之上 哪有我的座位呢 待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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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 愿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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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家文 岳家雄 你们兄弟 伙同似同似迭 绝龙一煞 拒绝观影 并且害死兄弟标局 乐局主 兄弟夫妻三对之事 阵营取出 张震俱战 你们可有什么可赖的吗 草民扶罪 请寻岸大人法外开恩 从轻法落 哼 你们兄弟本名 越龙越虎越飙 原是关外草寇 是吗 寻岸大人明察秋毫 一点都不错 冯葡萄 在 叫月龙月虎 当堂化鸭 是 绝龙一煞 诶 平道在 你身为三清门下 不适清修 你听你的外号 殿之斐泪 你除了伙同 乐士兄弟 截夺阵营之外 还曾经害死了 苍州晨夕三十里外 白云关内六个道士 是吗 嗯 安院大人 请给平道一个机会 自新改过 下次平道再也不改了 哼 要是让你还有下次 便是本院 忘食黄鹿 有父国恩 化鸭 识别识童 在 你们兄妹以铜铁双师兄号 危害苍州地面 杀人越祸 罪行如麻 失财又杀死月标 证据确凿 你们不必本院 多费口舌了吧 我老婆子 已经活得不耐烦了 竟被你们拿下 不必多问 哼 月氏马 你父母及俗审皆为月氏兄弟所害 除月标已死 不予追究 本院定将 月龙月虎 名正典心 以仗国法 并未 九权死者 安院大人 公正怜悯 我月氏家中 世代子孙 皆心相膜拜 感激厚等 好 郑姑娘 此次破案 全靠郑姑娘大力相助 不过 也是在他们群凶之中 每人心中都有一个贪子 本案既然已经水落石出 郑姑娘 你可以把两块七宝羊皮上面 所具价值 向他们说明一下 拿桶水来 你们 都看到没有 所谓七宝 正是善恶到头 忠有报 为人切莫 暗亏心 再加上 他们月氏刀训 借银借杀 尽忠尽孝 如果你们能按照此作 在草堂 必为忠良 在江湖 将为大侠 你们将受用不尽 郑姑娘 郑姑娘 峡谷兵信 金箭无双 此次破案 功劳大为惊人 本院 将奏名圣上 颁赐张表 献寻案大 你们这些十恶不赦之徒 无意足弥 少时败过上方宝剑 集赴法场 斩首示众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风啸啸 云飞鸯 黄沙滚滚 马蹄忙 踏遍了 观山万里 历尽了 多少风霜 多少风霜 来不走 去无意 香蝇长般 煎花香 只问人间不平时 只问人间不平时 那管的耳语情唱 风啸啸 沉飞扬 黄沙滚滚 马骑一芒 金棍儿绿湿霜 天生时 虾不容畅 春之一 7月 夏天生时 大几岁 冇集团 反正 写团 冇集团 冇集团